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 开始已经正常施工了 但是就是它那个重生存案里面 区件费用特别高 每家每五下来基本上就是20万左右 从14年3月份 4月份开始它就停工了 一直到现在 如果只有一点点少一点的话 把这钱就交了 对吧 但是你是一二十万 对不对 这谁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而且他拿这部分钱的话 给就是那个开发商是偿还 那个民间借贷的一些债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我们这说这么长时间的委屈 还有在外面租房 这么长时间僵尸上的折磨 也没人赔偿 也没人提着事 还现在还让业主再去 交这些钱 根本拿不出来 当时只是说了一句 说是这个草案如果不通过 你们即使是住进行 也是不合法的 就这样说